發生火災 一百多件包裹 全部都被燒到焦黑 桃園新屋郵局 有一名游務士 在分檢作業時 發現有個包裹在冒煙 隨後更是馬上燒了起來 火勢迅速蔓延 連帶把一百多個包裹 全都燒毀 加上起火點旁邊就是電箱 當下為了安全起見 排電更是緊急斷電 郵局也因此暫時停業一天 郵局前地面一片噬噠噠 員工全部聚在外面 沒辦法上班 因為不久前 居然有包裹燒了起來 對放包裹的空間 竄出猛烈的火蛇 成堆的包裹就這樣陷入火害 十幾號早上八點多 桃園市新屋區新屋郵局 一樓車道旁放置的包裹 起火燃燒 有目擊民眾表示 當時游務士正在進行分檢作業 依四一件從淘寶訂購的包裹 被放到地上後 就突然燃燒了起來 那是什麼東西曉得嗎 不清楚 因為它那個是箱子裝著 箱子裝著 瞬間燒起來就火就很大 對瞬間就燒起來 瞬間大火連出動滅火器都無法撲滅 現場燃燒面積約15平方公尺 100多件包裹被燒到焦黑 由於起火店旁就是電箱 為了安全起見 台電預防性斷電 郵局暫停營業一天 等辨識人員他辨識完畢 我們可能就會申請吐電 那或者是如果比較緊急 我們申請零食店啊 然後就儘快能夠營業這樣 郵局表示 接下來也會聯絡這100多件包裹的 寄件人和收件人 討論後續賠償事宜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後續進一步離清 記者林祝強 團員報導 都